新年將至各處的花街已經準備就緒 有些已經開了檔幾天 無論新年的氣氛如何轉淡 花街是必須要走的 現在很多時候會叫做花市 但不止廣州廣東很多地方的人 都比較習慣會叫做走花街 因為花街和花市是兩件事 花市不用過年 一年三百幾十天都在 而花市的歷史比花街要悠久得多 廣東新宇記載 東月有四市 羅浮山有藥市 還有叫紅翠 專門飛去那些名貴藥材 那些人跟著它採藥 東莞有鄉市 東莞有鄉市 有一種說法 香港這個名字 也可能是和館鄉的產業有關 廉州 廣西北海 有豬市 珍珠是領南人最重要的貴重物品 廣州就搞了些不停洗的東西 賺錢買花帝 花市 為什麼花對廣州人來說 特別有重要意義呢 其實是植物很重要 這個地方氣候溫和 雖然近年似乎越來越熱 但溫差相對小 雨水特別充足 而自古以來都是大陸和海外交流的一個樓樓 導致很多世界各地的物種匯聚在這裡 中國第一部古代植物誌 是南方草木葬 雖然這個溫含的廣州設施沒有上任過 那書是不是它寫呢 也很大疑問 但裏頭記錄的是嶺南交廣的東西 這點是肯定的 中國第一部現代的植物誌 用西方現代科學規範去記錄的 亦都是廣州植物誌 這裡可以說是一個植物城市 即是曾經是 繁華城市裏 人和很多豐富多樣的植物密集地共存 是這個地方的特色 植物第一時間吸引你的當然是花 對眼花在前面 花市在廣州一直延續 荒村好幾個大型的花市 平日都差不多 只不過過年人多了少少 多些檔口 多一些新年的大路貨 新的一年 預祝所有網友大吉大利 我們一定要買吉 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的吉主要是那四種 金吉 金彈果 四季吉 珠沙吉 這些吉都是雜膠培育的品種 中文名對應總屬分類 是大混亂的 我都無謂深究 只是盡量簡化地說下我自己的理解 首先這個木字邊的吉利 那個吉 全部都是骨字 純粹是拿個意頭轉了做吉 吉字本身是拿木 吊著桶在井口打水 跟這些東西無關 所以這些吉全部都可以叫骨 骨吉通用 英文金骨也是使用廣東話骨的發音 我現在按中國植物誌的中文表述 在雲香科裡有兩個金骨熟 一個是金橙的金 一個是金色的金 金橙的金骨熟 包括各種各樣的金、橙、拜神吉、砂糖吉 還有檸檬、綠柚等等 金色的金骨熟 包括這種廣東人習慣叫法之中 俠義的金骨 橢圓形 皮很甜 一點都不肉酸 但肉很酸 我個人所見 傳統過元年 用來醃鹹金骨、糖金骨 當然幾種都有人醃 最常見被醃得最多的就是 這種橢圓形的金骨 金蛋果和它很接近 基本上是同一樣東西 只不過是通過一些選擇性培育 或者經過一些雜交 形態上有點不同 裏頭的結構很相似 皮肉是甜的 皮肉很難清晰分離 W8科 俠義的金骨 是圓圓圓的 不是橢圓的 它是一種被認為是原產日本的金骨 總名叫Yabonica 又叫金骨 對不上我們的說法 去B百科 那些東西又過時 因為它只是跟中國的至中文版 這種日本金骨 是金橢那邊的金骨熟 和金色這個金骨熟 兩個熟裡的東西 雜交出來的 它的熟名在這兩個熟之間 放來放去 科學家不斷有新研究出來 它一時歸這邊 一時去了那邊 然後又放來這邊 變來變去的熟名 這種日本金骨 再和金橙那邊的某些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再雜交出來 那樣就是四季吉 想想想太吵架了 乾脆將兩個熟名黏 納一個四季吉熟給它 都是自立門戶算 但是想想想 又都是放去金橙那邊 對路一點 總之四季吉相對於 金骨、金蛋果 而然是近金橙那邊多些 皮是比較容易 皮肉分離的 豬沙吉也是金橙那邊 淮南骨、淮北紫 那個骨應該是橙來的 紫是另一個熟 紫熟 這幾個熟的東西 血緣都是非常接近的 於是又有些分化 將紫歸到金橙那邊 又是一個爭議 根據中國植物質 對各種現象的科學分析 是有科學家認為 紫很可能真是南方的骨 向北傳播的過程之中 分化出來的新種來的 所以網上很多人 因為骨和紫兩個是不同種屬 以此來否定硬紫的說法 說他是錯 這個未必 就是很多人去了一個壞的環境 可能可以保持風骨氣節 但也都真的有機會 會受了影響變壞 壞人去了好的環境之下 也都可以受了感染變好 也都可以繼續那麼壞 也有可能 不過就算是橙 也有分酸橙、甜橙、香橙 淮藍的橙都可以很酸 其實 譬如這種 就屬於一種酸橙 代代果 以前過年都很流行 但現在那些油不懂得欣賞 沒什麼銷量 就很少人做了 或者摘了它下來 在市場當那些油賣 用來拜神 擺 大隻很容易跌下來 其實代代果 之所以是代代果 就是因為它很難跌下來 一直留在樹上 去到第二年 新一脫的果又生出來 整整整整變成幾代銅糖 所以叫做代代果 而且果熟了之後變黃 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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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沙田友等等等等 广州花市历史悠久品种非常多样 屈大军广东新语的记载之中 当时的广州花市也极为兴旺 不过一色是只买一种花 这种花在过千年的历史里头 都是广州最具代表性的植物 但是今天它几乎接近拙织于这个城市 接下来我是尝试在广州城里头 尋访这种植物的棕绩